各位同學好 這個星期剛好這是這個學期的第15週 那目前呢 因為這個因應今年 因為這個COVID-19疫情的一個需要 所以呢 我們學校現在針對每個學期的第5週 跟第15週 我們是採用遠距上課的一個方式 然後未來呢 如果又有這個需求的時候呢 讓學生以及老師呢 在上課的模式上面呢 可以有一種新的嘗試的方式 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上課的內容 這次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 是關於肌肉骨骼系統的檢查與評估 那 看起來這個好像跟呼吸系統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你說為什麼要上這個課 有很多呼吸肌肉 有很多人說呼吸肌肉 好 那應該是這麼說 你們以後會 你們覺得以後你們會面對的病人 在臨床工作的時候 會面對病人最常見的症狀是什麼 有 有 是病情 那是病 是疾病 那症狀會是什麼 你們最常遇到的 有人說喘呼吸肌肉 對 這是第十兩 就是喘 這個在我們下學期的 臨床呼吸生理學 也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上呼吸生理學 就是要 讓你們學會怎麼思考 一個病人在覺得喘的時候的症狀 好 那你說這個跟喘有什麼關係 各位覺得一個人會覺得喘的時候 大概 如果哪件事情 有三件事情會造成一個人喘 你們覺得是哪三件事情 出了問題的時候 有人說心跳 我們可以說心血管的系統 一個心血管的系統出問題 心臟衰竭會不會喘 會啊 那還有什麼 VQ mismatch 那VQ mismatch會造成什麼 我這麼說好了 那個伯伯說 哇 我很喘 我這是VQ mismatch 他大概不會這樣跟你講 對不對 所以VQ mismatch 他如果會這樣講 不一定 因為他搞不好 是臨床的工作人員 好 可是呢 好 那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們就把所謂的VQ mismatch 就是說 他實際上會造成 血氧會掉下來 血氧會掉 這你們以後都會上到 好像就當作這個是 呼吸系統的 那 那還有什麼會造成喘 好 我們說 心臟衰竭也會喘 呼吸 除了 airway出了問題 缺氧的時候也都會喘 那還有什麼會讓我們覺得喘 這是今天要講的 好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一個人如果肌肉的力量不夠的時候呢 一樣人會覺得喘 那你們覺得日常生活 最常見的是什麼原因 照怎麼喘 運動 對啊 沒錯啦 很多都是肌耐力不足 這是運動 太少在運動了 所以會覺得喘 我們各位 每天都有 一個禮拜 應該說每天平均有 運動一個小時的同學舉手 我每天都運動一個半小時 我自己 超過 各種的 各種運動 那當然不是頭腦運動 也不是嘴巴運動 是肢體的運動 其實我個人我是去打桌球 我看到你們這邊環境好很多了 我也是這邊畢業的 當年就是只有鐵霓屋而已 而且地上還不平 地上還有坑坑洞洞 我每天都會打球打一個半小時 如果找不到人打球 我就會做其他的運動 為什麼要運動 你們現在年紀還輕不知道 等到以後呢 你們就會發生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所有的問題 那你如果有規律的運動的時候 這些問題都有機會會減少 好 所以呢 一樣 我們會從什麼 因為它既然是一個身體檢查 我們還是要先從看得到的 可以促整摸得到的來開始檢查 不過這個系統大概沒有做什麼事情 你們在理學檢查 你們之前 我指的就是說 這個大概沒有用聽診器去做 大概沒有人用聽診器去聽 什麼肌肉的這些問題 大概沒有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大概就不會有聽診了 那敲診大概也不太會用到 所以大概主要是試診跟促診 那這個呢 主要我們會看的是什麼 一樣 身體 人跟人之間的差別比較大 可是自己跟自己對策的區別 就沒那麼大 那疾病又很少 通常一個疾病很少 剛好非常對稱的發生 所以我們要看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都還是習慣去看對稱性 兩邊呢 比如說有沒有 有沒有一樣高 一樣低 一樣鼓起來 一樣凹進去 那有沒有變形 腫脹於血 這個大概大家都了解 那還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壓痛點 壓痛點 壓痛點我們把它叫做Tendon 就壓下去會痛 不壓就不會痛 然後有沒有腫起來 還有溫度 皮膚的溫度要看的是什麼 有沒有局部的發炎 你認為 我想大家如果都受傷了 那個地方你去摸起來的話呢 你就會覺得那個地方會比較燙 你覺得我們會去摸一個比較燙 你會用手掌去摸還是用手臂去摸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比較敏感 為什麼比較敏感 大家講得沒錯 好像用 比如說發這個紅腫這個痛 好像這邊摸比較沒有感覺 這邊摸就比較有感覺 沒錯啊 大家真的都是這樣摸了 那你覺得為什麼 溫度比較高 溫度比較高 Sensor 到底是神經的末招分布的比較密 還是很可能是溫度 你這邊的神經分布應該是比較密的 可是這邊呢 溫度比較低 我們這邊 大部分都這邊比較暖和 這邊比較冰 那所以 那為什麼要去 因為你這樣冰 跟這個之間的溫度差 就會差距比較多 你就會比較容易被detect出來 所以不然你的手 搞不好這邊蠻暖和的 那你就摸了那個部位 因為實際上 搞不好還冰 你這裡還冰 你摸就沒有感覺 可是你用這邊的話 就比較可以注意到 某個地方比較熱這樣子 好 那這個神經 反正應該在神經的理學檢查 會講 今天我們就不談 那這個步態呢 今天最後會跟各位介紹 有一些特殊的步態就是 你一看它走路就知道 它大概哪個地方可能出了問題 那對稱性呢 這幾個都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都是對稱性 因為這個都是成對的 所以你要看一個人 肢體 就是說神經骨骼肌肉系統 有沒有對稱上出了問題 你去看他身體的這幾個部位 有沒有怎麼樣 如果是站著的人 就看著有沒有一樣高 從側面看起來 有沒有哪個部位 比如左邊比較偏前面 或者右邊 這個呢 因為這幾個東西都是成對出現的 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要看 就是什麼 我們spine的這個curvature 指能就是我們的 身體都是有一個曲線 那這個曲線呢 正常的情況 我們叫做有三個 這應該產生正常的一些曲線 就是說 cerbicle跟lumbar 我們的頸椎跟腰椎都是Rodosis Rodosis指能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看右邊這張圖 你覺得右邊這張圖哪一邊是前面 右邊是前面還是左邊是前面 我就知道你們會講左邊 沒有啦 左邊是後面 你們會收到底下那張圖的暗示 你再仔細看這個是倒過來的 很奇怪每一年都會講左邊 對去年的也是 那個肌骨不明顯 哪裡的肌骨 那個小圖的 可是你要看大圖 你們就講一下你們解剖上的 左邊那個是spine spinal process 右邊才是vertible body 故意讓你們增加一下印象 為什麼 我們身體會呈現四種不同的曲線 第一個跟第三個就是頸椎跟腰椎 就是rotosis 那kyposis大概就好像駝背 你就想駝背 我們會看到一個人 駝背都是胸椎的 駝背我們會看得到 所以呢 這胸椎本來就是kyposis的曲線 只是呢 駝背很誇張的話 就讓kyposis變得更明顯 那要講這件事情呢 為什麼要講這個 你們覺得我們的肌鯉 為什麼要有這個curvature 你說直一點不是更好嗎 直一點可以更高 你們覺得為什麼要有這樣子的 有很多種的講法 不過呢其中一種是 你看胸椎實際上是kyposis 我們很多器官實際上是懸吊在這些地方的 然後 我們的脊椎實際上看起來一條 它實際上是一節一節組成的 那中間有很多的肌肉 那這些肌肉呢 我們這麼說 你覺得齁 你的脊椎如果是很直的 你從上面跳下來 跟你這個是有曲度的話 你這樣跳下來 哪一種比較會受傷 直的比較會受傷 直的比較會受傷 所以實際上我們的肌肉這些 平常就保持一定的張力了 你也不用講胸椎 你用腳直直的這樣跳下來 你膝這樣一定很快的受傷 你如果有一個曲度 你跳下來 你一定不會直接這樣動 直接就下來 你一定有一個彎這樣下來 你會可以靠肌肉保持一定的張力 然後跳下來可以緩衝一下 所以你比較不會受傷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力量的傳導 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 像你覺得 跑得最快的陸地的動物是什麼 猎豹 猎豹 所以大家都有看過 那你覺得猎豹跑得快 它時速可以超過100公里 可以到這麼快 你覺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這跟它的脊椎有關係 它並不是兩隻腳擺動的速度超快 並不是 它實際上你如果真的去看那個影片 你會發現什麼 它為什麼 它常常在跳起來的時候 它身體會曲成 前腳跟後腳甚至交叉 整個脊椎是好像彎成一個很 很彎的曲度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它再往前 就好像彈開一樣 彈開一樣 彈開一樣會把它甩得更遠 所以它的跨一步可以跨得非常遠 這是一位脊椎的力量的關係 所以呢 這個很重要就是力量的傳導 它有緩衝的作用 也有力量的傳導 那我們要講的就是什麼 腰椎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有一些 年紀上如果慢慢比較大 像我這種年紀 就會有什麼 有時候就會腰痠背痛 腰很痛 腰會痠痛這樣 各位大概不太會有 還是已經同學已經有了 你們覺得腰椎痠痛很常見的原因是什麼 知識不正 那知識不正是因為什麼原因 你說 就常常做很久 其實另外一個 我們這麼說好了 如果腰椎常常會腰痛 我們如果問各位是哪邊的肌肉力量不夠 腹肌 同學有概念 沒錯 是腹肌 那為什麼腹肌的力量不夠 就沒有用力 應該就這麼說 我們這麼說好了 Lambar的Rodosis 你們覺得很多人 常常腰痛的人 他的Lambar的Rodosis 是變得更明顯的Rodosis 還是比較不明顯的Rodosis 沒有 其實是更明顯的Rodosis 你們可以這樣想 腰椎 假設你看最右邊這張圖的腰椎 右側是前方 你們想看看 腰椎如果更厲害的Rodosis 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 經常就是腹部的肌肉力量不夠 因為你腹部的肌肉 腹部是在右邊 在前方 你腹部的肌肉力量夠的時候 他有足夠的力量收縮 他會把整個腰部是往後推的 有一點力量往後推 所以你的Rodosis 就比較直一點 不會那麼彎 如果你的腹部肌肉力量不夠 腰椎會呈現更明顯的Rodosis 那這個時候經常就是什麼 後面這些肌肉會縮得更短 然後常常繃得更緊 然後找到稍微姿勢 你不對起來就會拉傷 那所以呢 那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你腰椎是更明顯的Rodosis 會發生什麼結果 人就會看起來駝背的比較明顯 為什麼 你看腰椎更明顯的Rodosis 會發生什麼結果 你這個時候 你的胸椎就要更明顯的Rodosis 不然你重心會不平衡 你如果這個地方彎得更厲害 你上面就要這個角度彎得更厲害 不然你會不平衡 那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當你的腰椎不要那麼明顯的Rodosis 比較正常一點的就好的時候 你的胸椎自然就會挺起來 所以呢 大家小時候常常就認 就是知識不良 喜歡駝背 都會被人家說要抬頭挺胸 你們覺得抬頭挺胸怎麼做最容易 縮小腹就可以了 各位都可以多看看 你看喔 你說要抬頭挺胸 你肚子都不管它 你就抬頭挺胸 挺胸的很難挺起來 可是你只要縮小腹 你縮小腹你就會自然就挺起來 各位可以試試看看 因為你縮小腹的時候 你的腰椎的Lodosis 會變得沒那麼明顯 那你沒那麼明顯 你的胸椎一定要挺起來 因為你不挺起來 人就會往前倒 人就會往前倒 所以 一個要抬頭挺胸 一個很重要的做法 就是要縮小腹 那經常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腰的這些肌肉 後面的肌肉可以得到伸展 比較不會蹬那麼緊 比較不容易會腰痠被動 所以很多人 腰痠被動的人 其實腹部的肌肉力量不夠 所以從這裡 我們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要有這樣的觀念 你們其實這些都是 你們今天學的這些東西 過年回去 就可以跟家裡的一些長輩做測試 因為他們很多都會有這些 肌肉骨骼關節的問題 再來我們去測量肌肉的大小 測量肌肉的大小 的目的當然是要看說 為什麼要做測量這個大小 因為除非有些現天的疾病 不管肌肉應該差不多是一樣大小的 那什麼情況下可能會有差別 如果我們說上肢的話 有沒有情況下 正常的情況下 可是兩邊的肌肉大小是不一樣的 重心 重心 只練一隻手這樣子 有啦 運動員 這是說 比如說球類的運動員 很多網球選手 或者羽毛球 或者這些 他們一邊會比較粗 不過一些真正職業的選手 他們兩邊會很平均的鍛鍊 這個實際上 那兩邊呢 我們是不是會找什麼 肌肉中群的周定 左右兩邊如果相差 就是繞力圈超過一公分 就是表示有明顯的差距 這是這樣看的 那如果上肢呢 有時候我們會怎麼 我們就看了什麼 肩峰跟陰嘴圖 陰嘴圖就是底下這個 大家可以摸得到的這個 那上面的肩峰就是你 摸這個鎖骨 再外側一點跟這個肩胛骨 應該差不多肩胛骨的上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量到底下的陰嘴圖 這個 這個oniquarian的process 中點就是我們量的肌肉的大小的地方 還有一個是什麼 這個是上肢 那量下肢呢 下肢我們怎麼量 下肢我們就從什麼 從膝蓋骨 patera的這個midpoint 膝蓋骨大家知道 摸膝蓋前面那個圓圓的那一顆 膝蓋骨的中點往上怎麼樣 往上呢是算20公分 往下算10公分 因為往上20公分差不多就是大腿最粗的地方 那往下呢 就是差不多是小腿的肌肉比較粗的地方 那你說量這個 量上肢跟下肢呢 除了看它是有沒有比較明顯的使用 我們其實因為我們必定看的 如果是病人的話 要看的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 沒有足夠的刺激 什麼情況下肌肉會萎縮 就是沒有足夠的神經刺激 那什麼情況下會沒有足夠的神經刺激 沒有運動 沒有運動 可是比較少沒有運動都很明顯的 都一隻腳都故意不運動 所以什麼情況下 痰痪 痰痪就是中風 有時候這邊 因為呢有時候我們看一個病人 那我們要問各位 當你 比如說中風的病人的那邊的腿會比較 肌肉會比較粗還是比較細 這樣問你要小心回答 你覺得有中風的 比如說假設這個 比如說中風了 我左腿 左邊整半邊都癱瘓了 幾乎都不太能動 那你覺得我的腳是會比較粗還是比較細 我們如果用這種方法 測量幾次 對齁 所以大家要小心 它到底是水腫還是只是萎縮而已 那會不會 那為什麼會有水腫 協議循環不良會水腫 那什麼情況下會循環不良 你說老師都只是一直問問題 沒有我們要讓你們去思考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都不會很複雜的 那為什麼會水腫 那當然一種情況下腳就會水腫 其實大家 因為你們都還很年輕沒有注意 你們是回家 像我這個年紀 我都差不多50歲了 比如說你看家裡的父母 或者年紀再更大的 他們從早上起來 你就開始去量他的腿微 給他量一下 小腿大腿量一下 到了晚上睡覺前 我們假設他是正常沒有生病 晚上再量一次 你們覺得早上比較粗還是晚上比較粗 晚上 搞不好同學也有 因為這跟有的人體質比較明顯 有人不明顯 我自己就很明顯 我到晚上小腿大腿都會變得比較粗 水腫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心臟在上面 所以我們血一打到腳 回流是靠什麼回流 靜脈 有靜脈磅 所以靜脈就打回來 它不容易自己掉下來 可是只光靠這樣行不行 不太夠 那還要靠什麼 肌肉收縮 所以大家都很有概念 好 那所以呢 什麼人會腫得比較厲害 比較不收縮的時候就會腫得比較厲害 所以這個實際上這個以後我們下學期在上那個 睡眠呼吸的問題的時候也會介紹到 這個已經人家確定的研究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整天活動量都很少的時候呢 到了晚上下肢會累積 兩隻腳加起來 它會累積將近五百七星的水分 因為呢 回流不容易的時候呢 那就會從血管就容易漏到外面 因為我們回流來不及的時候 你血管裡面的淨水壓 Hydrostatic的Tressure就會比較高 它就容易漏到外面 就漏到腸邊的Tressure就容易水動 那這個會整個一整天下來 假設你整天都沒有在動 就是只有長時間站著或長時間坐著的時候呢 就會積水 積到晚上就會這麼多 那什麼時候會回流 躺下來睡覺的時候 所以躺下來的時候 實際上喉嚨會增加將近一百七星 就會堵落 所以會打呼的人 實際上做什麼 就是要去運動 你的下肢比較不會積水 所以那中風的人就沒辦法了 因為他根本沒辦法動 所以他的腳就會腫起來 那腳腫起來的時候 跟肌肉萎縮搞不好 一來一往可能就量起來就差不多 不過當然啦 看形狀也知道不一樣 因為他腫起來 跟肌肉發展的那個位置是不一樣的 這種是水腫 還有一種是什麼 是淋巴的回流出了問題的腫脹 那種就是什麼 那個我們叫做dipid 那種dipid跟水腫的差別 你們可以怎麼區分 比如說08億的回流 跟08的管路屬山 現在很少了 在過去啦 好幾十年前的 什麼 有一種寄生蟲 你們知道哪種寄生蟲 會堵到08管嗎 老蟲 老蟲不會 老蟲不會 絲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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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蟲會堵到08管 堵住之後就變得腫起來了 他就全部都腫起來了 你們有沒有 這個好久以前的影片了 叫做什麼無卵頭家 你們有聽過 你們年紀太輕了 都沒聽過 你們去google一下無卵頭家 他的無卵的無卵短子的是什麼 他就像是把scrotum把硬朗切掉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個太腫 整個腳 你們可能他那個整隻腳一邊 因為斜肢蟲的寄生 塞在他的淋巴管 所以整個腫起來 整隻腳就腫得跟象腿一樣 也許你們有看過這種圖片 就是整隻腳是不斷的腫 一直腫 腫得很厲害 可是那種腫跟水腫呢 我們要怎麼區分 假如說看起來都腫一點點 到底是哪一種的腫法 Lip edema 跟只是這個fluid 回流不好的水腫 在理學檢查上 有沒有辦法區分 你說斂子 也可以 不過呢 一種很簡單的區分的方式 就是給他壓看看 你手給他壓下去 你們覺得呢 如果一般的水腫壓下去 會不會凹下去 會啊 會啊 如果是淋巴 就不太會凹了 因為他並不是在那麼外面的這些 軟滋滋滋滋水而已 他裡面的整個管路全部都腫起來 所以你壓下去 是沒辦法把東西擠掉的 所以如果是水腫的時候 水腫的時候壓下去 我們叫做pitting edema pitting pitting就是凹陷 所以pitting edema 就是可以被壓下去的 edema 水腫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 那各位 如果說腫起來的時候 我們問各位好了 這兩邊 如果今天要打 打針的時候 有一滴碼的時候 那要打針 哪一種比較好打針 要打 比如說要打點滴啊 你們覺得水腫的比較好打點進去 還是沒有水腫的 大家都不太敢回答 因為帕老師又有講陷阱 我這麼說好了 如果你會打針的話 你如果知道這個技巧的話 水腫的那邊比較好打 可是要怎麼打 你們覺得 常常是這樣 比如說手伸出來 有看到靜脈 要打針就直接打了 可是常常都找不到靜脈 太胖的真的找不到靜脈 可是如果只是水腫的時候 水腫的那邊的靜脈 你們認為靜脈會不會很骨 靜脈會不會是骨起來的 會嘛 因為它那個回流不好 所以沒在動 那是因為周圍的什麼 軟組織把它蓋住而已 所以你找不到 那怎麼辦 實際上我們已經講了 這是PTD 壓下去就會凹的 所以只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把它壓低一點就好了 你就在那個你要打針的 你覺得那裡應該有一條靜脈 而且應該是很骨的 只是旁邊都腫起來 所以你找不到靜脈 你直接這樣打一定是打不到了 這時候怎麼辦 你只要用手 比如說腳掌或者小腿 你把它壓壓壓壓 壓久一點之後 旁邊水都被壓掉了 一條很粗的血管就在那個地方了 而且不會亂跑 因為水都把它整個卡住了 不會打下去血管還到處亂跑這樣 這只是讓大家了解 PTDM的差別 好 那我們在講 這個都還是在觀察 所以觀察另外有什麼 就是腳的長短的差別 腳的長短的差別 你們覺得腳的長短呢 如果有長短腳的時候 最常見的症狀是什麼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呢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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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多人 當然很明顯 那個一走都很明顯 那個就知道了 那會不速 可是很多人的兩邊的差距 比如說你看 正常人左右差異0.5公分 0.5很少 所以我說左右差異1公分 你覺得他走路 你覺得看得出來嗎 不容易 其實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有長短腳 可是他會 所以你覺得他最常見的不舒服 會是什麼 腰痠 有的人是腰痠 就是很多人就是腰痠背痛 或者是肩頸痠痛 你要這樣想 當兩邊的長短腳不一樣的時候 身體的重心就會偏移 那你一定是走 你會做代償 所以你就會身體 上半身可能就會做一些姿勢 你可能就因為長短腳 所以你就要做一些姿勢來平衡它 長時間呢 反正上半身的姿勢就不正確了 那不正確的時候 所以就變成說 可能腰椎 胸椎 頸椎 可能就不是一個很正常的來 一條線 可能就會歪 那歪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邊的肌肉 一直都持續在用力 或是有筋膜 一直都持續在用力 久了之後 所以經常是什麼 從肩頸痠痛 腰痠背痛 來表現 那這個時候 就要一直去查 甚至有時候 一方便造起來 怎麼會脊椎側彎 這有的時候 不是脊椎側彎的問題 是因為長短腳的問題 重心不平衡 就像長時間的這樣 好 那要怎麼測量長短 有沒有長短腳 你們覺得要怎麼測 要站個測還是躺個測 你說因為施埃的上面躺個測 沒有啦 躺個測 好 那我比較不各位 為什麼要躺個測 差別在哪裡 請追放中 可是因為 因為這個是腳 我們 上面沒有影響到腳 有沒有什麼原因 造成我們必須要躺個測 才不會測不準 我們先這樣講 我們從哪裡去量 我們量這個什麼 兩邊的這個 Anterior Superior Iliac Spine 或者有人講 那兩邊的這個Crab 這是摸得到的 因為這個地方 就算是很胖的人 也很容易摸得到 你如果說從側別的地方 所以這兩邊 你可以摸到兩邊的 骨盆的外側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上面 然後底下呢 底下這個什麼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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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地方也是看得到的 然後呢 就 拉一條東西去量 那這樣 如果沒有遲 要怎麼量 如果沒有遲 要怎麼辦 你說我現在要測 兩邊有沒有長短角 可是我沒有遲 那我要怎麼量 用繩子 對 用繩子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目的 要測有沒有一樣長 我又不一定要測多長 你今天不是要量長褲 你要做褲子 做什麼的 好 假設就這樣量 那我們 什麼情況下會造成這樣量 可能會不準 為什麼站著可能會不準 就是說什麼原因會造成影響 好 我們可以說重力 可是重力會造成什麼影響 那個線索在詞愛的裡面 大家趕快找看看 骨刺頭肌後脖 可是這站著跟躺著 也許有影響 因為站著你會用力 好 這個算一點 那有沒有比這個更明顯的 還有沒有 對 對啦 扁平族 為什麼講扁平族 其實各位要了解 扁平族並不是扁平族的人 兩邊就是一樣程度的扁平族 有的人只有一邊而已 而且有的是所謂的假性的 它是什麼 你如果腳放著 不要用力的時候放著 它真的有足弓 可是踩下去 沒了 一踩下去 因為它那個足弓屁旁的肌肉韌帶力量 其實是不太夠的 所以它只要用力踩到地上 結果一邊就扁了 另外一邊還是足弓還是在 這樣量起來就會不一樣 結果常常就會誤以為是有長端腳 其實它是單側比較明顯的扁平族而已 那扁平族怎麼側 實際上你就是踩在地上拿一張紙 然後在足弓的地方 如果踩下去就會拉不太出來 這個當然是很簡略的一個側法 所以扁平族實際上 並不是那麼少見 並不是扁平族躺著 你說有啊有足弓沒有扁平族 其實不是 你踩下去的話那個就撐不住了 所以要站著側 常常就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躺著側會比較順 然後有一種方法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block method 左下方那個 做什麼 像上面那個圖片的小朋友 你會看到他會拿一個東西 墊在腳上 有時候常常會這樣 他常常就是覺得腰痠被動不舒服 可是他發現了 墊了一個東西 墊起來你覺得說搞不好 像那個照片看起來 他的左腳搞不好比較短 你這個左腳下面墊一個飽飽的 有時候可能是一本雜誌而已 可能0.8公分 一本書 0.8公分 墊上去之後呢 他就覺得 他其實不是覺得腳有什麼感覺 因為腳本來就沒有感覺 沒有什麼不舒服 他會覺得奇怪 他以前的那些痠痛好像 好像比較鬆了 緊緊的不舒服 一墊下去 他瞬間就覺得好像舒服很多了 因為他為了維持重心的平衡 他一直都 有一邊一直持續在用力 那其實你也一時也搞不清楚哪邊 反正你腳一定要覺得好多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說他的肩頸 背痛的這些是secondary secondary tool 這個長短腳造成的不平衡 那這個時候呢 有的人就會 其實如果不會太厲害 其實就放個鞋墊就可以了 在鞋子裡面放個鞋墊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個還有更複雜的是什麼 有時候不是真正的長短腳 他實際上是骨盆的rotation 骨盆 骨盆呢 骨盆往前或往後這樣子 然後一邊呢 不正常的轉動的時候 就會造成什麼 就會造成呢 一邊的那個腳呢 實際上因為轉動的時候呢 一邊的腳會被往上提 所以呢 實際上測出來就會有點長轉腳 所以很常變得 像測到後來實際上是什麼 骨盆兩邊不是很穩定的 不是很正確 兩邊呢 有一邊是有一點rotation 有一點的rotation 所以這樣測 當然這個已經是屬於比較 複健科很 比較轉動的範圍了 所以呢 當你吃到感覺上有長轉腳的時候 哪有這些原因呢 有時候要去找他 並不是真的腳本身的長度不一樣 而是呢 有時候是骨盆的角度的rotation 那樣的問題 那這有時候呢 那一邊可能太緊了 因為長時間姿勢不良 所以有些需要去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伸展 拉筋 或者是放鬆的各種的動作 因為有時候肌肉一直都繃得很緊 好 那再來這個scoliosis 大家就很清楚了 怎麼測 就是彎下來就可以看得到 好 兩邊的高度不一樣 好 那再來這個呢 壓重點 這個什麼 這個pandemic的位置 簡單當然就是壓下去就會痛 那壓下去動呢 全身上可以有很多這些地方 這個有一種 這個有一種 在肌肉呢 肌肉的這個壓重點呢 我們都把它叫做什麼 myofacial pain 為什麼叫myofacial pain myofacial就是肌肉 那facial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筋膜 那筋膜這件事情實際上是 最近這一段 應該說最近這幾十年才慢慢被重視的 過去大家對於曾經肌肉骨骼 你看我們講神經肌肉骨骼 有沒有講筋膜 沒有啊 很多書都還是講神經肌肉骨骼 好像認為我們一個人的運動 就是靠神經肌肉骨骼而已 實際上為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被漏掉 實際上大家回去有空可以去 開始去找一些跟筋膜相關的書 或者一些知識來學一下 當然因為我們今天講 我們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去講這個facial 就是我們的筋膜 這個筋膜你可以這樣講 一條肌肉 假設大腿的中段把它切斷 橫切面圓圓的 那筋膜呢 假設我們過去我們學的解剖都是什麼 我們學的解剖就是把筋膜一直拿掉 有沒有 我們為了要看裡面的神經 肌肉骨骼接管 我們就是清 這個很煩好像有膜 趕快把它清掉 為了要看清楚裡面的東西 所以大家不知不覺 就忽約掉我們身體的筋膜的system 這樣可以 它實際上是另外一個系統 比如說你在做解剖 你為了看清楚裡面的藕根 腹腔裡面的心臟 那個胃 然後胸腔的心臟 各種呢 我們在做這些解剖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 好像很多層膜 我們就一直不斷的把它取掉 取掉為了看清楚 所以大家呢 醫學發展一兩百年下來 幾百年下來 大家慢慢就不太重視發酵這件事情 可是呢 這幾年大家發現呢 我們如果單純用肌肉骨骼神經呢 似乎不太能夠清楚的解釋 我們人是怎麼活動的 為什麼活動可以很平順的 所以呢 這個Miofacia pain指的是 很多不是肌肉本身的疼痛 是一模的疼痛 你如果去查相關的書 你會發現 肌肉上面的這些神經的分布 韌帶的這些神經的分布 跟Facia比起來大概六比一 簡單來講 就是筋膜上面的神經分布的密度 是六倍 所以你要想看 所以我這邊痛那邊痛很多 都是筋膜的 那你假設把一個大腿中斷 你把它橫切面之後 假設你把骨頭神經血管跟肌肉 全部拿掉 你會看到什麼 筋膜不要拿掉 你實際上會看到什麼 會看到一個管重的東西 裡面是密密麻麻的 很多 好像是那個什麼吸管 買了一桶吸管 然後把蓋子打開 一圈一圈 這些就是筋膜 當然大小就不一樣 跟你包的肌肉神經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Facia 因為Facia它本身的延展性 沒有像肌肉那麼好 它有一定的彈性 可是它沒有足夠的延展性 當然你訓練慢慢可以拉筋 可以拉得比較鬆 那這個做什麼 實際上就是我們很多力量傳導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是依賴筋膜在傳導的 為什麼你的姿勢可以看起來 可以很平順 比如說我們常常電影 在看那個機器人 動作就像機器人 假設你只考慮肌肉跟骨骼 跟神經就像機器人 可是有筋膜 力量的傳導 整個看起來就會平順很多 這是看起來像人的動作 還是像機器的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太多時間 介紹這些東西 那不過呢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肌肉很多這些疼痛 都是跟這什麼發射有關係 所以壓下去就會痛 那肌肉這個strength的是什麼 當你的肌肉呢 過度的使用受傷的時候 它為了要保護 讓它不要受傷呢 我們肌肉中間有什麼 有 muscle spindle 激縮 激縮實際上是很多的神經 聚集的地方 它只要被拉扯了太厲害 它說再繼續拉下去 肌肉就受傷了 就斷掉了 不行啊 它怎麼樣 它就會什麼 它就會讓整個肌肉收縮 而且為什麼 會讓你覺得痛 你說哇好痛 不敢再受傷 因為你在就像運動 過度使用的一條肌肉 第二天就痛得要命 你不敢去拉 你一去拉就很痛啊 為什麼 它就怕你受傷 所以這個是一個身體的 一個保護的作用 就叫做strength muscle strength 然後如果在立體門 那也是類似的 它就會結成一整塊 我們叫做立體門 叫做立體門的spring 是這樣 它也許還沒有到真正的 嚴重的information 不過已經是有一點點的 我們可以說它也有一點過度的使用 就是產生病 然後pandum 就是叫做tendinitis 那這裡 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就是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會有壓痛點 壓下去都會覺得痛 然後join的當然就是什麼 各種的arthritis 各種的關節的發炎 那bone的話 骨頭會不會痛 其實骨頭本身不太會痛 除非骨折 那骨折當然痛會要命 可是有一種痛 我們叫做strength fracture 這個要特別去提的是什麼 什麼叫strength fracture strength fracture就是說 因為通常骨頭斷掉 我們炸的雙面 就可以看得到 可是strength fracture 你炸S光片 看起來還好 結構並沒有變 它實際上是骨頭裡面的 這什麼 bone外面是cortex 裡面是很多什麼 Trapicula 骨小糧 它是骨小糧斷裂的 那為什麼會斷裂 就是長時間的遭受到strength 什麼情況下會長時間的strength 你覺得呢 或者說 什麼部位比較容易會有strength fracture 你覺得什麼地方比較容易會這樣 背部 因為背部的骨頭 用講的是骨頭吧 背部骨頭就只有熱死跟肩胰部 大概不多 你就看那個位置離哪裡最近 那個時代的方面 離腳掌最近 為什麼 腳掌就是長時間走路的時候 比如說有的是行軍 平常不是運動員 結果當兵沒多久 就是行軍 行軍一走 就有時候走五個小時 八個小時 各位還沒有 同學還沒有當兵 有時候一走就是整個晚上走到天亮 就走了 中間會休息 長時間一直走之後 第二天常常就會覺得 幾天會常常覺得 腳好痛 踩到地上 一踩下去就很痛 可是呢 壓下去又不會痛 壓是不會痛的 那照的光面也正常 可是一踩下去又很痛 然後叫做你一定是中病 想說下去就不用去行軍 其實不是 為什麼 這個就要做一個叫做 Squid test Squid是什麼 就是兩隻手把它圈起來 用力一擠 它就真的很痛 可是你去壓一個點 不會痛 為什麼 因為它基本上 並不是cortex裂開 它是裡面的斷裂 裡面斷裂要什麼 其實骨頭裡面有很多神經 可是裡面斷裂 你只是壓力 其實力量沒辦法傳導到裡面 可是你如果整個圈起來 用力一擠的時候 它這個裡面的壓力一增加 因為你身體裡面斷裂的疼痛 所以這個時候 只要裡面壓力一增加 就馬上會痛 那你說走路 走路也是 因為為什麼 體重是很重的 你一走路的話 你對這個 你地面往上的一個壓力 還有身體往下的壓力 一擠下去 那裡面的壓力一增加 馬上就痛起來 所以它走路就會痛 所以這個叫做stress fracture 那你說這個要怎麼辦 休息而已 也不能做什麼 休息而已 所以這個 我們就會做一個叫做Squid test 就是針對這種stress fracture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講這個關節活動度跟角度的測量 記得關節活動度跟角度的測量 記得這個 你們過年回去就可以幫家一個人測一測 當然我們講關節 我們就要講到骨頭 大家還記得骨頭有幾塊嗎 一個人 206 有的人會多一樣快 比如說可能某一些關節 他可能有些地方 從小在長的時候剛好沒有沒有長在一起 有時候就剛好 那當然有人說我有六根手指頭 那當然就多好幾塊 那這個大家都不用去記這些骨頭 我們只要讓大家介紹 關節有三種不同的類型 不動、微動跟可動 那你說我們先講 可動就是我們今天會談到比較多的 那我們先講不動關節 你們覺得不動關節是哪邊是不動關節 頭 頭 就是我們頭開股不是一整塊 頭上就有分層 就有一些 你們會看到 那不動關節之間 他的主要的功能 實際上是靠很多什麼 很多的這些纖維質 把結地組織黏起來 他目的實際上是保護用的 那關節本身還是主要還是保護的 因為他重點是不太幾乎不太能夠動 那還有哪邊是我們的不動關節 除了頭蓋骨以外 對啊,風格也還麻煩 就是骨盆前面這個 中間這個持骨聯合的地方 我們的持骨前面那個 你會看到底下骨盆那個地方 那個是幾乎是 那個也不會動 好 那邊會不會動會不會發炎 會喔 有的出現科 他們有些人整個疼痛怎麼樣都查不出來 原來就是那個地方在發炎 這是當作是肚子痛 動作就會痛 可是怎麼查都查不出來 有時候是這些地方 那微動關節是哪些 脊椎 脊椎 那還有一些身體的其他的這些 前臂或者是小腿前面的這些關節 這些比較微小的滑動 一些移動 那脊椎我們能夠做很大的角度呢 為什麼叫微動關節 那是因為你是每一節都是動一點點的角度 每一節 一節跟一節之間的移動的角度只有幾度而已 只是全部加起來就可以做一個很誇張的一個動作 那這裡呢 我們這裡其實大家不用去記哪一種關節 哪一種類型的 這個記不起來 也不需要 我們只要大家知道一個什麼觀念 你要了解即便是可動關節呢 能動的範圍跟每一個位置呢 也有很大的差別 比如說從滑動的 滑動的實際上是什麼 對肩盤之間都是滑動的 那還有腳踵型的是什麼 前臂這個手肘的地方 那還有什麼車肘 這是我們的頸椎 頭蓋骨跟這個第一節頸椎這邊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這個橢圓關節 其實上你的這個手 你的上 你的這個 這個手掌是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滑動的 那還有呢 鞍關節馬鞍頸的就是大拇指 大拇指會有兩個方向 它有兩個方向 你會看到它有兩個方向可以動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處臼關節 大腿跟肩膀 這麼說好了 你們覺得哪一個地方的關節的活動度可以最大 哪一種類型 比如說前面的這種滑動腳踵 還有這幾種 哪一種關節的類型的活動度可以最大 處臼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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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要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關節呢 一個就是活動量自由度很大 那你們覺得自由度很大的代價就是什麼 這是不穩定 活動度越大就越不穩定 那越不穩定呢 所以呢 哪裡最容易受傷 很多去看 看處臼科 骨科的很多都是肩膀的問題 肩膀大概就是所有的關節的活動度是最大的 最容易出問題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這些可動關節的一個運動方向 那這裡呢最主要是要跟各位介紹我們針對方向的如何說明的一種原則 那也就是呢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通常關節的一個運動會產生就是一個角度的改變 例如角度的變大或變小 那角度的變大或變小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比較專業的講法 例如呢如果是角度如果是變小 那我們就要叫做flexion 各位可以看得到 例如呢這個膝蓋往後 我們的小腿往後抬 膝蓋的這個地方的角度變小的時候呢 就叫做flexion 那如果這個上臂往上抬的時候 那這個呢 他等於相對於身體的這樣的一個 相對於頸部的這個角度呢 變小也叫做flexion 那反肢呢我們就叫做extension 那例如呢我們把小腿呢 如果從彎曲的情況呢 伸直 那相對於這個後面來看的方向的話 他就是角度變大也就叫做extension 那頸部呢我們的頭往前彎的話 就叫做nec friction 那往後的話呢就是nec extension 那這個是一個前後的方向 那再來呢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是我們從各位可以看中間這個圖 如果我們的這個上臂呢往上跟往下 例如往也就是呢 往上等於是往外的這樣的一個角度呢 我們就叫做這個abduction 那往內的話叫做adduction 那我們會講ab跟ad 最主要是因為呢我們講的abduction跟abduction呢 聽起來常常不容易區分的很清楚 所以我們在在口說的這個描述上面我們就會就會可以去強調這個是ab或者是ad 所以就叫做abduction或adduction 那再來呢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這個手的一個旋轉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叫做這個circunduction 那另外呢如果是頸部的一個旋轉就叫rotation 那另外的話呢我們再看這個下肢呢就有分這個lateral rotation 或者是media rotation 然後再來呢如果是這個我們的比如說這個我們會講說是一個 我們的手掌呢是做一個內翻或者是一個外展 那簡單來講呢我們可以說如果是有我們可以用我們這個前臂的這兩根骨頭 這個radia跟anard 這兩根的骨頭呢如果是兩根骨頭如果是有兩根平行變成交叉的時候 這個動作呢我們叫做pronation 那如果是從交叉變成平行的時候呢我們叫做spination 再來呢彈到腳掌呢如果是往上抬的話我們叫做是一個dose reflection 然後往下呢是叫做planta flexion 那各位可以看到兩種動作都叫flexion呢這個時候呢 雖然它是兩個不同的的一個方向呢 那這個dose的話我們指的就是在我們的腳背 所以呢就腳背的方向來看角度也是變小的 所以就叫做是一個dose reflection 那這個planta呢指的是我們的一個腳掌也就是下方的這一面 從這個這一面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它這個planta flexion的話也是腳掌往下 所以呢還是符合這個原來就是針對這個flexion的定義 然後再來呢我們這個腳呢如果是往內跟往外 所以往內就叫inversion 那如果往外就叫做inversion 然後另外呢就有針對我們的這個下巴如果是往前往後 所以就是關於所謂mandible的這個往前就叫做contraction 然後往內縮呢叫做retraction 那如果我們的這個下巴呢往上跟往下就有一個elevation跟一個depression 然後這就比較清楚按照字面的意義的意思的一個描述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大拇指跟這個食指的一個兩個把它捏在一起的動作叫做opposition 那再來呢我們就來看關於這些可動關節的運動方向的一個影片的介紹 好, 聚歸答案 好,聚歸! 聚歸答案 啥恩 聚歸失誤 聚歸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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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一个方向 而且是缓慢的移动 因为你目的就是伸展了 你没有必要要转很快 所以其实我们 其实如果就复健科医师的观点 他们看有一些舞者跳的那个动作 只要是看着精心肉跳 因为你会有没有想要转身上的肩膜 因为你会有这样的肩膜 因为你会有这样的肩膜 你会想象 那肩膜在不断的扭曲做各种的动作 还好没事这样子 所以如果要做伸展应该是单一方向做 单一方向 缓慢的做 因为你目的是伸展 你并不是要做什么 然后呢 再来腰椎 腰椎我们其实常常就会讲 比如说 Fraction 往前 Fraction 往后是 Extension 有这些大概40到60 20到35度 然后Side 的Fraction 你们觉得腰椎如果说 像有一些人 他可能从弯到一边 可以弯到很大的角度 弯另外一边就不行了 你们觉得呢 会影响到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两边弯不太过去 我们先讲 我们故意先讲两侧 我们先不要讲前后 我们先讲两侧 有的人真的就弯一边 可以弯很大 弯另外一边 不行了 弯不过去 对 筋膜影响最大 为什么 因为脊椎的影响 有的人脊椎 没有当然要看 当然脊椎 那可能真的有问题 就歪的很厉害 当然有影响 或者肌肉有受伤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神经的问题 可是呢 有些人看起来都还好 照的是F光变都正常 可是他弯就是弯不清 常常是什么 我们两边的这些筋膜 有一边人太紧了 有一边是太紧了 因为是长时间 从小到他姿势的关系 所以常常就会 所以才会说 要做一些足够的伸展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叫做side friction 所以腰椎的side friction 常常会跟筋膜 比较有关系 不一定单纯只是脊椎的问题 可是前后 尤其是什么 往前 往前 往前弯不下去 因为我们的后面的 我们后面的筋膜 相对来讲 比较没有那么紧 因为大家从小到大 都在做这个动作 所以大部分人不会那么紧 所以这个时候 往前弯 如果弯不下去 因为这个要思考的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是腰椎的问题 那往前弯 当然不是每节程度都一样 所以最大的就是L4 L5 腰椎的第四第五 然后再来就是L5跟S1 Sachron 就是间椎 然后再来就是L34 这几个的幅度最大 那要怎么去测 我们就会请一个人 比如说 我们就拿一条 那个 拿一张纸 我们就测 在这个L4L5的位置 你先摸到L4L5的关节的地方 然后往上10公分 你先直立的时候 先直立的时候 往上10公分做个记号 然后再往下5公分 再做个记号 像15公分 直立的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 请受试者 尽量往前弯 尽量往前弯 他说不行不行 真的弯不下去了 因为弯下去 他实际上 其实皮肤是会拉长的 因为就整个往前弯 所以 往前弯如果有5公分以上的增加 就表示这个弯的角度是OK的 它可以有足够的范围 可以去往前驱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是假设什么 这个腰椎的这个 这个关节的活动度不够 那一个很常见的就是 这样子性脊椎炎 Encylosing Spondylitis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测 其实各位把这个学学过年回去 你就可以表演给你的家人看 你测一测 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通常年纪稍微大一点 大家就会有问题 你就说 来来 我们能不能做到这样子的关节 这个角度大家也不用去记 这只让大家知道肩关节呢 我们如果去看 这个我们有个叫做ROM 就是Range of Motion 关节活动度的一个描述 我们从垂直面去 你可以看 你从上面往下看 我们手可以往两边伸展的幅度 然后从垂直面去看 你如果从侧面的垂直面 你让它可以往上可以抬到最上面 往后可以抬到60度 往后 然后呢 从正面去看它的垂直面 往上一样180 可以看 它可以往下呢 可以玩到另外一边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个人该有的角度 那该有的角度 那70岁以上呢 就会比较差一点 慢慢会变 因为这些软组织 慢慢会比较僵硬 慢慢会有一些受伤 慢慢会比较差 可是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ROM做不到呢 是不是关节 比如说是Joina的问题 还是Muscle的问题 还是Ligment的问题 还有什么Fascia的问题 所以呢 并不是说关节有 比如说角度做不到 好我这个肩膀抬起来 抬不到的话 这个一定是什么50间的 不是 因为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叫做Active的ROM 跟Passive的ROM ROM的Rain of Motion Active跟Passive Active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不要去碰他 叫他自己做 自己做到一个角度 这个叫做Active 自己做的 那Passive就是叫他都不要用力 你去帮他做的角度 能做到什么角度 那你们觉得一个人 一般来讲 Passive的ROM 比较大还是Active Passive Passive当然是这样 那Active的 那如果Active跟Passive相差很多 你们觉得比较像是关节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问题 是其他的问题 因为呢 比如说你肌肉很痠痛 你根本就抬不起来 可是你不要用力叫别人抬 你就可以抬得起来 那如果是Active跟Passive 都一样都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比较是什么的问题 那就是关节 因为你在做这些动作 你的关节一定角度 两个肢体之间的角度一定要改变 不管你是Active跟Passive 它一定要改变 但它是关节的问题 你做Active跟Passive 都会有问题 可是你如果是肌肉 肌腱带的问题的时候 你做Passive的时候 你的Muscle 并不需要真的用力去拉扯 你就是让别人去移动而已 那这里呢 所以就是什么情况下 如果什么 Passive跟Active 很明显的difference的时候 一个就是神经损伤 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活动 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 很明显的肌肉 那带这些受伤也会 可是有一种比较特别 叫做Pose Stroke 它是什么 它是会增加到这个什么 这个Spasticity Spasticity是什么 就是颈奔 那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们以后 也许会在加护病房 会看到有些中风的病人 或者在病房 中风病人 肌肉常常就是手不能动了 它本来都还好 其实我们身体是这样 我们的神经 为什么我们能够活动 实际上我们大脑 会传进一些讯号下来 会对于肌肉呢 实际上我们也有抑制的讯号 可是呢 中风之后 常常抑制的功能 出了问题 所以你肌肉是紧绷的 那你这个时候 常常有病人是这样子 你手就曲起来 然后你要把它扳开 你如果是怎么扳 你如果是用力扳的话 会发现扳不动 因为他的肌肉 我们都讲都有spindle 肌肉一旦的肌肉 一旦detect到 你肌肉要被拉开 它马上就紧缩 所以肌肉就 你说你用力一扳 它马上就紧缩了 所以你要怎么扳 你要慢慢扳 你就慢慢扳 慢慢扳的时候 好像慢慢就扳得开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肌肉是慢慢的被拉开 所以这个spindle 不容易firing讯号 一spiring上去 肌肉就收缩 那当然正常人不会这样 因为正常人 他还有一个抑制的讯号 可以抑制他肌肉 不会这样子过度的 过度的动不动就spot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post stroke 中风之后 病人常常 所以有一些人 就动作很粗鲁 要帮病人 要搬动的时候 一搬 不小心就会 什么 就骨折了 所以慢慢搬 所以你发现搬不开 慢慢搬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松 慢慢松 就可以搬得开 那这样 不像是软缩 不像是软缩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就是muscle 的spasticity 增加而已 它是muscle control的问题 这是control的问题 当然有些就把它 笼统的这样做 好像是软缩 全身都缩在一起 不过 就生理上面 它是肌肉的 没办法 没办法控制得很好 好 那再来 这个其实我们每次 每年都会请同学来测看看 肩关节的角度 大家可以玩看看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admin scratch test 你可以两只手 就是说 你可以把 比如说右手放到后面 从上面放到后 然后左手 左手去摸 右手看 从后面看能不能摸得到 各位真的可以试试看看 这个我们每一次都会 请同学来试试看看 同学有摸 应该摸得到吧 你们勾 不用勾的 摸到就不错了 我的年纪就是摸到就不错了 好 那我们再问各位 这个测量会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我们直接先看影线 你看他这样做测试 你看他这样抬起来 他会先看一件事 你看他这样抬 那你会发现 诶 他一边抬了 奇怪 他的脖子就一直弯了 你觉得他这样哪里有问题 这关节可能有问题 不行不行 会痛 所以他只好身体 身体弯 他这个角度就不会改变 不然再抬起来就会痛了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演戏 不一定是真的 就往下 他说 抬起来就会这样痛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他这个 肩膀的这个揪影 这可能有问题 好 那再来呢 他再来 他就 他这样抬 然后再来 他可能再来就会做 所谓的那个 我们叫做MV的Scratch Test 这个Scratch Test 他的目的大哪 是要看你这个整个关节的活动度 那他会 他 你看 他右手 放到这边 然后左手 放上来 有碰到了 这个叫做OK 关节的活动度是OK的 好 那你说万一不行 那就表示什么 都有可能 并不是说不行 就一定是右手的问题 或左手的问题 就是 所以这个东西是测 我要你说 诶怎么不行 我不晓得是用眼的还是真的不行 可是各位同学可以试试看看 你两边绝对不会一模一样 诶 同学有注意到 露馅了 他刚刚不是举不起来 现在居然还可以做这个 对 我真的没有注意到 这表示前面那个动作是你演的 不过你看 各位同学都可以两边比较看看 你一定会发现 一边比较可以 一边比较不行 假设你看 像他这样 假设我看 从后面比较伸不上来的时候 然后呢 你们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我讲的是一般人也都会 不一定要Join的有问题 还有呢 筋膜太积还有没有什么 假设正常 没有生病 正常人而已 你两边为什么会不一样 我们讲说不一定摸得到 而是两边其实就是不太一样 肌肉不一样 对啦 不仅是柔软度 是肌肉的Math不一样 大小 比如说右撇直的人 假设你都真的可以 假设你是右撇直 比如说我是右撇直 我就会发现我右边的这只手 我要放到后面 会比较放不上去 因为 因为这个肉会比较厚 有时候肌肉 后面的肺部的肌肉 所以你会卡住 比较放不上去 那如果是左撇直的话 他就会是另外一边 所以 这个有时候其实只是你是哪一边 是Doping的的关系 各位可以试试看看 不过当然 经过练习之后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改变 今天这堂课就是过年回去 你们就可以跟家人来测 好 那我们再来讲这个髋关节 髋关节 髋关节一样 就是第二个活动度很大的关节 第二个活动度很大的 那你看 测我们现在讲的是关节 我们不是在讲肌肉韧带 我们在讲的是关节的活动度 那你看哦 测宽关节的 你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 左上方那个 你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测宽关节 脚要弯起来 为什么脚要曲起来 你说不能打直去测吗 反正我是测 我又不是要测膝带 测什么 前驱 我是说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脚曲起来 去测宽关节 屁股的这个关节 然后你说测这个关节呢 角度有没有问题 你会不会关节好 因为你比较小 我为什么膝盖要弯的测 我不能打直的测吗 你觉得会什么 这个表现有没有真的测过 你真的测你就知道 会受到影响 真正影响的原因是什么 各位觉得呢 筋膜啦 你想想看大部分的人 尤其年纪越来越大 哪里的筋膜会很紧 腿的后面的筋膜会很紧 因为我们很长时间都是什么 就坐都是坐着 坐着的时候我们的筋膜 其实像是缩短的 那你不去伸展 不去伸展 你就伸了就变紧了 那变紧了之后呢 你看哦 我目的是要这个宽关节 结果呢我把脚伸直抬起来 抬不起来是什么 筋膜太紧了很痛啊 不是宽关节有问题啊 这时候怎么办 我用屈膝就不会了 因为屈膝那个后面的筋膜会变短 其实大家如果有进去 应该可以去看一些书 讲筋膜的 你们可以去看有一本叫做筋膜线 筋膜嘛 线是线条的线 这是一个腹健科医师写的书 它就是你哦 你可以翻一翻 哇 原来我的筋膜都有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它身体有很多种不同的系统 我们的筋膜 其实让我们筋膜从头 头皮一直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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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到哪里 连到脚底 所以很多人 其实脚的后面 所以很多人什么 足底筋膜炎 其实足底筋膜炎 常见的原因呢 其实不是 你说常常走路啊 那就不行了 其实是什么 很多是后面的筋膜太紧直 你后面筋膜太紧直 你后面筋膜太紧直 你整条都绷得很紧 你真的要改善 因为你去做一些伸展 后面的筋膜把它放松之后呢 你足底的筋膜才不会绷得那么紧 所以常常是什么 常常是整个后面的筋膜都绷得很紧 就会容易引发足底筋膜炎 并不是真的足底本身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呢 这样曲起来 你才能够去测它的这个角度 这是顺便让大家知道 那髋关节的角度 一样也很多 因为它是第二个活动度最大的 这只让大家知道就好了 好 那我们讲到肩关节跟 关节活动度的这些角度 再来就是什么 特殊的五个五件次型 这个因为这个都很常见 这个在一般人身上非常常见 就是什么 Cervical Rated Glow Part 就是颈椎的问题 再来是什么Lumbar的HIVD 腰椎的椎间板突出 还有什么Shoulder Impeachment syndrome 肩膀有时候它做到一个角度 哇这好痛 然后再来就是网球肘 网球肘不一定打网球的才会 很多人其实手上 很多人其实都是网球肘 还有妈妈手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Cervical Radiculopathy 各位可以看到 这张图上面指的是什么 颈椎 这个Rated Glow Part 颈椎如果有问题 它指的是什么 你的颈椎 两件事情会造成问题 一个就是椎间板突出 去压到神经 我们的 各位可以看左上方的主 我们的颈椎 颈椎出来的神经 是要穿出去外面 然后去接到我们的上臂 所以很多上臂的症状就是颈椎的问题 麻、痛、或者是无力 然后呢 什么东西就会造成Rated Glow Part 就是神经的路径有东西去压到 就叫Rated Glow Part 所以一个是什么 椎间板突出来去压到的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它要神经孔洞要穿出来 这些孔洞要穿出来的地方变窄 或者角度不对也会去压到 那这种 那我们要怎么确定 其实 现在很多问题 会造成颈椎的Rated Glow Part 你不觉得这什么问题 不会 睡觉最不会 低头阻 等等就滑手机 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 在国中生的时候 颈椎该有的这个Lodosis 不见了 变得很直 为什么 它已经常常往前了 整天都在挂回忆 那你说 你说 就是很专心看东西 就会这样子 那你说很专心念书的 为什么不会这样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书没有手机那么吸引人 你说第一名的很用功 其实人家第一名很用功 人家是很聪明的念书 他不一定要念那么久 可是手机就不一样 手机的影片 不管你是打电动 看影片 看什么任何内容 他吸引你的程度 常常可以抵消你这个颈椎不舒服的程度 你就一直看下去了 一直看一直看 都不会管它 所以真的是奉劝各位 你们现在看手机一定要的 我家里小朋友 我都规定他们看手机可以 一定要这样子放在桌上 如果是平板 最好就是有一个架子把它架起来 最好跟你的高度不要差太多 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 现在因为手机才 智慧研手机出来差不多十年 iPhone差不多十年 十一年而已 你没有办法知道 在二三十年之后 就会有一个新的病症出来了 就是什么 Servit quality Europa Base R 什么东西 这是因为长时间的知识不良 好 那这个呢 这个简单来讲 都是空间受到压迫 所以空间受到压迫 所以空间受到压迫 我们就会做什么事情 你看 如何减轻 把它抬起来 不是拆下来 抬起来 抬起来就是什么 空间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有人说颈椎有问题 去看物件科 他就做什么牵引的治疗 他就把你头放在床上 然后做一个 他会慢慢增加磅数 做了之后 哇 这个马的情况就改善了 就舒服多了 那另外的什么 反过来 往下压 往下压 没有这些做检查的诊断 往下压 或者转不同的角度呢 他说哇 症状怎么变厉害了 那是什么 这就很可能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Cervical reticulopathy 你把它release 它就改善 然后压下来 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就看 这个 这个影片 我们就来看 他们就会做什么动作 比如说我们什么情况下 往后抬 又往两边转 这个空间会变得很小 有的人是往后抬 就会马 就是本来会痛 会马 往后的话更马 更厉害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症状 那我再给他转个角度 就会更厉害 这个当然我们就会说 这个的症状 就可能是叫做Cervical reticulopathy 那当然有症状 你要真的去identify 它是哪个location 有时候还是要做简单 那当然 每个不同部位 比如说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的这个 的马跟tone 都会牵涉到哪一节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也可以根据这样子 来做区别 这我们叫做所谓的Dermatone 就是不同的颈椎 哪一节的受到影响 那这里我不要问各位一件事 你说这个会痛 比如说颈部会痛 那我们如果去压它 压它会很痛 那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前面讲的 myofacial pain 这里压一件会痛 可能是筋膜 可能是肌肉的颈奔会痛 那如果是Cervical reticulopathy 会不会有myofacial pain 各位觉得呢 看多用力还是筋膜 Cervical reticulopathy 我们应该这么说 我们如何去区分 这是一个 因为如果是单纯的myofacial pain 是什么 你自己都可以创造myofacial pain 你今天开始做耸肩的动作 这样耸肩一下 请耸肩五百下 你明天就好痛 你痛得压命 这个就是myofacial pain 你这个不是Cervical reticulopathy 所以你是可以 那什么情况下会这样痛 其实睡眠呼吸中止的病人 就常常会合併 因为他睡觉的时候 常常堵住了 所以他好像被掐住 心脏要做耸肩的动作 所以就会有myofacial pain 那你说 那如果是一个reticulopathy reticulopathy的话呢 会不会myofacial pain 实际上也会 为什么 因为当你这个被 神经被压破 你会痛 我们的身体都是这样 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pain 疼痛出来 会反而什么结果 我们就紧绷 我们就 我们叫做muscle guarding muscle guarding 就是肌肉就紧绷了 所以呢 他原来的原因可能是一个 Cervical reticulopathy 造成的pain 一开始其实只是神经压破的痛而已 可是因为这里的痛呢 他的肌肉就不断的紧绷 所以肌肉不断紧绷之后 也就是secondary 跑出来myofacial pain 所以对于一个人的症状 你说压下去就会痛 甚至按摩一下会比较舒服 这个muscle guarding 压一下比较舒服 myofacial会比较舒服呢 你就说 这个没事啦 你这个一定只是肌肉的紧绷而已 要小心喔 他很可能是本身还是有颈椎的问题 不一定说就没有问题 不过 如果病人的症状是什么 是麻 会麻或者是无力 这个就一定是reticulopathy 因为你在怎么myofacial pain 大概不会造成这种力量的问题 或者是码的问题 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lambar HIVD HIVD 就是什么 herniation intervertebral disc 就是椎间盘突出的意思 突出就是压到神经了 然后就会痛 那这个lambar HIVD指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时候要做test 这个就跟刚刚测关节不同了 你这个时候呢 脚就真的要伸直才会测得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脚如果不伸直 不知道什么结果 你的 为什么要伸直 各位觉得呢 我们今天讲HIVD要测的是什么 要测的是椎间盘有没有突出来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压到神经 为什么 因为病人常常就会觉得 哇 腰会痛 或者甚至 反正就是会钻麻会痛 甚至更厉害的话呢 脚会麻或者无力 像这样 大部分都是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怀疑 这个腰椎的disk 突出来去压迫到神经 那压迫到神经的时候 那我们要把脚抬起来去测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抬的目的 目的就是要去拉扯这条神经 要把它拉直一点 因为我们平常自然知识 为什么不会痛 为什么某些姿势又会痛 因为某些姿势的时候神经会被拉紧 被拉紧 被拉长就会变紧 拉长变紧的时候 就会去顶到那个嘴边盘 突出来的嘴边盘 它可能已经突出来了 可是你神经是松的时候 你只是靠在上面而已 可是一旦拉紧就会压迫 一旦压迫 哇 就会麻 就开始麻了 所以我们做的动作就是 让它呈现一个被紧绷的状态 那什么东西 什么状况可以紧绷 就是把腿抬起来以外 脚也伸直 那你说这样筋膜也会痛 可是坦白说 这个身的角度没有那么大 没有什么那么大 所以还不至于因为 而且你那个痛法其实是不同的 好 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什么 30度到70度是positive 假设指的是什么 你往上抬 抬到30几度 40度开始抬上去 哇 病人就觉得不对 所以开始麻了开始痛了 然后抬到70度 所以30到70度这个范围 病人就会complain不舒服 然后呢 你说再继续往上抬 再继续往上抬 抬到70到90度 那个时候如果在那个时候 才开始不舒服 比如说你抬到70度以前都不会不舒服 抬到80几度90度的时候 真的开始觉得不舒服 他也会觉得很痛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不一定 就不是HIVD 那个时候是什么 那个我们叫做SI-Join 就是Sacral Illic 的Join 的Referred Path 这个是那个Join 就是关节的疼痛 因为你要抬到这么高 那个角度已经是关节的 会去拉扯道的角度了 所以那个痛呢 就是 就不是了 所以他有一个差不多固定的角度 然后有一个叫做什么 Ware Leg Rating Test 因为有问题的时候 都是痛的那边有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病人来很痛 他跟你说 像这种比较轻微的是什么 他来是不痛的 你要做到一个角度之后 他才会很痛 他会说在家里有时候痛 有时候不痛 他觉得有问题 那你做到这个Test了 就会痛 这个就是那边有问题 30到70度 可是病人呢 他其实一来就很痛了 你不用做检查 他就哇 我就一直痛都不会消失 都很痛了 这个时候你不用去做那边了 因为他已经很痛了 你再做下去 到时候就投诉了 所以你要做什么 你这个时候要担心的是什么 你觉得说这个就是HIVD了 可是你要担心的是什么 是紧急的 需要开刀的 我们叫做Large Central HIVD 因为有时候HIVD 其实吐出来就是 比如说右边的痛 通常是右边跑出来 压迫到一点点而已 可是万一是一大块 一大块滑出来了 整片都顶到的时候是怎么样 你这个时候呢 做叫做Wale Leg 就是不痛的那边抬起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痛的那边抬起来 这个时候他挤压呢 常常会让DISC 更明显的往外推 所以当你抬好的那边 抬起来的时候 病人更痛的时候 哇 那事情就严重了 代表什么 他很可能是很大块 都凸出来 就顶到 因为病人其实不做这个动作 已经在痛了 你做这个的话就更痛 你抬好的那边 不好的那边变得更痛 这个呢是更严重的 这个时候呢 常常有没有 就要赶快去照 可能要照MRI 核磁共振 确定如果很快的突 很严重的突出来 短时间内内的 透过什么附件 都拉不回去的话 就要紧急开刀 不然久了之后 那神经就坏死了 所以这个在急诊 或者在 你们发现在病房 有这样的状况 就要做这种Cast 不过 这里有一个叫做诈病 诈病指的是什么 因为常常这样的疼痛 因为痛是很主观的 我说我很痛 你说骗人 我说我就真的很痛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没办法去 去透过各种方式 去看说这个人是装的 其实很难 当然有的引起 会演说 你观察他的微表情 会不会有什么 其实坦白说不容易 可是呢 因为呢 有时候呢 他这个脚的疼痛 他可能可以做一些 保险的给付 或者是申请一些什么资格 不同的餐上手册 什么资格 所以有些人就为什么 为了他其他的目的去装病 那装病要怎么装 比如说我今天上过课 我已经要抬到 刚好抬到30到70度 赶快喊痛 再往上抬就不能喊痛了 我就HIVD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你看哦 如果是真的病人 他会有个什么 假设我是右脚的问题 人家在抬的时候 因为根据经验 抬到等一下 假设我真的会痛 痛是很不足 我会做什么事情 我的左手回去压在床上 做什么 用你往后压 做什么 让我的屁股抬起来 你想看屁股抬起来有什么用处 你屁股抬起来的时候 你那个角度 就会变小了 你屁股抬起来 你那个本来被弯到 假设今天弯到50度 你会非常痛 49度就不会痛 那抬到快要50度 我就开始紧张了 我就屁股跟着抬 因为我很怕抬过50度 如果过了50度很痛 我把屁股抬起来的时候 那个角度又降回47度 那就不痛了 所以病人会不知不觉 会做这个动作 如果这个是真的 你在抬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开始紧张了 然后手 然后就会不知不觉去抬 他会觉得好一点 不过也很麻烦 因为你们今天上过这次课 又知道怎么做了 这只要让大家了解 一个实际上的病人 他常常会有额外的这些动作 所以我们再来看 重点就是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stray the leg 重点就是脚要伸直 因为脚没有伸直 你的神经没有被拉直 你就不容易看到有力道的现象 所以呢 所以这个脚就要伸直 那我就会做一些 作用这课 所以他会拍后一边 快把 Columbus拼抬 然后大家还可以 观察一下 你还在做的时候 还有没有出现额外的动作 我们讲这个 他就像这个 好像是这一切 他会测试 会让神经拉得更长 大家可以做什么 会把脚串得更长 做什么 都松 因为这样神经会拉得更长 patient demonstrated pain signs and reported pain along that sciatic nerve distribution. Now this test is very sensitive but not very specific. To alleviate this problem with the test, you can do it as called the cross leg raise maneuver, and this is raising the opposite leg but looking for pain in that same distribution. So raising the patient's right leg but looking for pain in the patient's left leg. That's what we do about the patient's right leg. The patient's right leg in indicating a L5-S1 disc herniation.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happening. It's carting right now. Even if we're being in danger, we're feeling a danger when we are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if the end of the period of time, we don't know when we're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We are not going to be scared when we're not going to look at it. This is also a good thing to make. But we still have to learn. 所以你回家就開始練習 他們很多神經學的 這個人很可能就是他不是真的病人 他們當然在練習的 學病人實際上可能會出現一個理學檢查的結果 最後我們看步態就有一個教授學的實在是很厲害 學按步態 所以我們帶來剛剛Lumbar的HIVD 我們今天講的Cervical Regidropathy Lumbar HIVD 再來我們講肩膀 這個很常見 這個我們叫做shoulder impingement syndrome 我們就是肩關節甲戟 甲戟什麼就是東西全部擠在一起的 哪裡是最容易全部擠在一起的 我們可以看這個Joind的地方 這個在什麼地方 這是Scapula 後面是什麼 Achromium process Scapula這個Achromium process 就是肩胛骨上來的那個地方 跟這個什麼 我們的這個Telical 我們的鎖骨外側的地方 還有呢 我們這個 上臂 這個宮骨上面 這個地方那個空間其實很窄 而且呢 他有一條肌肉要往 從後面肩胛骨 肩胛骨上面那個叫做 是什麼 這個Supraspinel Supraspinel pendant 他要從 提上肌繞過來 繞到這個宮骨去接住 這個地方萬一 萬一在發炎的時候呢 那個地方就會腫脹 就會痛起來 那個地方會不會發炎很容易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動作 常常有一些人 哇 要拿東西一直用力伸 用力伸到結果 終於拿到了 然後第二天就開始怪怪了 然後之後一個月都覺得這裡都卡卡的 好就一直怪怪 所以各位 真的拿不到就算了 不要勉強 有時候要拿東西要幹嘛 墊個東西上去拿就好了 因為你做一些你平常沒有在做的這些 用力去伸展這動作有時候就會造成受傷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當然這些講的都是什麼 這裡有個特別第四點 疼痛在夜晚的時候會加劇影響睡眠 你們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在晚上的時候 躺下來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厲害不舒服 睡不著 跟群團有關沒錯 一樣 水分會回流 水分會回流 水分回流的時候 我們的鬆Tissue就會稍微比較腫一點 這裡本來空間就很窄 他不要發炎沒事 他現在在發炎周圍本來就比較腫脹 其實這時候水分又回流 所以就會更腫 就會更有症狀 所以很多人就會在睡覺的時候 會比較厲害 當然之前有同學說因為睡覺 那時候夜深人靜 其他都沒有刺激轉移注意力的話就覺得這裡很不舒服 實際上還是跟Prui的回流有關係 這種的現象同樣會發生在哪裡 會發生在我們的椎間盤 我們的椎間盤早上起來的時候呢 實際上是比較水重的 是比較一滴嘛的 這個在各位身上真的看不出來 像我們這種年紀就會 早上剛起床的時候 盡量不要做一些 有的到公園 做一些動作 做很多的動作 這個實際上這個時候很容易受傷 這個在年輕的人不會那麼大的區別 可是在年紀大的人呢 這個Disk 實際上它 早上剛起來是最腫的 到了晚上就最扁 所以呢 其實你們應該也會有影響 你們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你們應該 如果你要做體驗 要做什麼 要量身高嗎 所以要早上量 晚上量會比較低一點 這會都有注意到了 所以其實上每個人都會有點影響 除非 到了晚上的時候 其實Disk 實際上會稍微稍微點一點 真的會有差 我自己比較過 大概會差1公分多 快到2公分 所以你如果希望量高一點 就早上 你如果要矮一點 就晚上去量 然後這個呢 肩關節的這個 Impigement syndrome 可以做一個 一個叫做Near的 Impigement test 這很簡單 就是把手舉起來 因為這個舉起來的動作 會讓這個 變得更小 就是症狀就會更厲害 或者另外一種更明顯的 叫做Near的動作 做這樣的動作 把手呢 往外抬起來 然後轉過來 然後還做什麼 這個你自己不好做 叫別人壓下來 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轉下去的話 那個空間就會變得很窄 通常本來沒有症狀 誒 這就有症狀 這個就會有問題 所以 其實我們要做這個 見過後 的廣告 之下 從胸服開始 動作 調 internally 轉 eb 這樣轉的空間都變得很窄 就會痛 因為搞不好有些同學有時候在打球啦 或者是在運動的時候有時候瘦腸 常常這裡就會覺得怪怪的 這個就是有一點我們叫做 Impingement Syndrome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50件 這不一樣 50件是Join的問題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Tenginitis的問題 再來是什麼 我們叫做Anterior shoulder instability 的時候要做的兩種Test Instability指的就是不穩定 常常就是什麼 就是有時候就是脫臼啦 有些因為這個地方既然是活動度很大的 就很容易脫臼 所以很多人常常會 習慣性脫臼 比如說球用力一丟 哇糟糕 就腫掉了 我自己是真的還沒有脫臼過 不過我看病人脫臼那真的很痛 同學會有人 有人有脫臼過的嗎 今天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很常見會有習慣性脫臼的位置 那我們做一個叫做Anterior 這個 Apprehension test 或者叫做crank test crank就是孔方的意思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是讓 受試者 躺在床上 手 往後做這個動作 其實做這個動作就是很危險的 快要掉出來的動作 然後呢 他還做什麼 他用手把往前推 從後往前推 你通常要做這個動作 病人就會露出驚恐的表情 因為他上次就是這樣 脫臼的 所以 所以你看 A跟B A是做什麼 A就是把病人 手這樣抬起來 然後往後轉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很不穩定了 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手從由下往上一推 大概就脫臼了 就脫臼了 好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這是叫做crank test 恐慌測試 那好 那我們呢 我們就做另外一個test 我們就叫做什麼 手呢 一樣做這個動作 可是呢 你是由前往後推 這個叫做relocation test 你這樣推 病人當場就什麼 表情就放鬆了 因為他是要這樣推 絕對不會脫 會很穩定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叫做relocation test 你往前會有這樣 你這樣往後會這樣 那這是什麼 這個就表示這個 這個袖是什麼 是不穩定 這個不是不穩定 所以呢 你在三天好 你便當時遠好 只要只是 private人肩, 有夾在这个位置定的部位置 像即将他都捉到他走部道里 他们对 这样的话我们用不足 抓到他的手Ну要不要躲他能力 我可以做這個非常多重要的 時我壓住 каче心上 就完全對頭對頭腦 to see if I move that ball and socket front and backwards. I can also do a crank test in this position where I'll stabilize his shoulder and basically I'm going to move his shoulder through a full range of motion trying to see if I can feel any clicking or popping in any of those positions that might evidence any side of instability. and here actually you can see on this gentleman if I bring him up, he's a little bit inferiorly subluxed and as I bring him up here he had a subtle reduction maneuver right there as his ball goes back into his joint last part of the examination is to repeat the apprehension test in this position so again put him in a position of a baseball thrower abducted external rotated and then i'm going to actually lift up on his humeral head to try to maximize the sensation of instability so if i pull up and he feels apprehensive then that would be a sign of instability and then i will do a job relocation test pushing my hand backwards reducing the ball back into the socket and he should have significant relief of his pain or a sensation of instability with that maneuver so this is relocation and crank test 好那再來我們再講第四個叫做什麼 Tennis elbow 網球走 我先問一下各位同學有在打網球的嗎 那你們覺得沒有打網球也會有網球走的是什麼原因 其實很常見喔 好了我們先問各位 網球走的人是哪裡會不舒服 就走嘛 那就是他畫的這個地方 畫的這個地方 這裡都是有很多什麼 這個都是錢幣的所謂什麼 生肌群 生肌群指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哪裡在伸長 手長 手長的伸長 extension 這個是flexion 這是extension 所以extension的肌群都在哪裡 都是在bore on 你摸得到這裡的肌肉 那這裡的肌肉 所以我們的伸長並不是手腕這裡 其實上是這些錢幣的肌肉在伸展 那不斷的伸展 伸展久了之後 反覆的需要伸展久了之後 這變成什麼 他這裡的就是一個肌肉 就開始發炎了 那發炎就變成網球走 那網球走呢 這裡會發炎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並不是打網球 並不是這個正手的這個動作比較不會 大部分是反手的這個動作 你要往前這樣子彈 這個動作 為什麼是網球走比較會 因為網球拍比較重 你說 通常就不太會去講什麼其他的 其實打雨球也有可能 不過因為球拍畢竟比較輕 那 可是你們覺得有什麼狀況下也會造成網球走 日常生活 對啦用滑鼠啦 使用滑鼠會做什麼 你會手要抬起來啊 所以有人滑鼠就會 因為你看很大顆的滑鼠 那種什麼電競滑鼠很大顆對不對 又關得很緊張的時候 哇一直在動作 其實像你手要一直抬起來 抬腿的時候常常這邊就會痠痛 其實各位同學都可以去壓看看 你從這個 這個什麼 衣水塗 再往前面一點 你去壓 你會找到一些點壓起來很痠痛的地方 你說 你說不是都會痠痛嗎 你換另外一隻手 我換另外一邊就明顯比較不會 常用的那邊就會這樣 所以呢 所以有的人就會做什麼 有的人就滑鼠 那你說要怎麼辦 大家就 等一下我們會講戴護具的 有的人就說什麼 趕快換手 拿滑鼠啦 好這真的是一個可以做的 因為滑鼠是這個動作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戴護具 戴護具 戴在頭的位置 長得聊天 好 因為這個股射不可以少掉嗎 眼部的也打把指去掉 那邊 帶護具的目的要帶在哪裡 erstmal的 hand should be placed put a bit of tension on the strap retest your lift 都會打壓 我們該這樣40 那戴護具的目的 後 戴護具 會這樣 變得 敵人 如果 你再 因為 因為你這樣會動作的時候 這些移用去不混乎一條的褲擔作任何一樣 等著動作的氣氧 所以你帶步步的步驟 因為後過步驟會有一點動作的效果 它實際上可以把這些移用的 所以你在戴的時候 所以戴是戴在哪兒 戴在動前衣移動的位置 然後做什麼 這個時候是多一個牌 他在那邊就會拿一個小顆的壓力 抬看看 那你要怎麼做 當你已經戴好步驟的時候 你就去抬東西 你如果發現你抬起來 還是轉痛 他就移動一下步驟 跟他的中間 那你就抬起來 然後你抬起來輕鬆很多的 所以就是你要戴步驟的位置 所以並沒有一個固定的 能不能比你哪個位置幾公分 因為每個人的肌肉的大小跟他的這些 每一個痠痛的位置都不會剛好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網球走 所以大家如果使用滑鼠的時候 實際上應該是這麼說 實際上有時候我們就會建議做什麼 你說要減少滑鼠的 除了換鎖以外還有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減少滑鼠的 你說要別人用 要別人操作這樣 還有什麼方法 實際上電腦都有很多快速鍵有沒有 鍵盤的快速鍵 因為我們看到有些人會很熟悉的使用快速鍵 你就可以少拿好幾次滑鼠 而且其實讓整個文書的作業會快很多 可是有人說我就是記不起來 其實有些很基本的還是可以記得起來 你如果很熟悉使用 你就可以減少一直去拿滑鼠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再來我們這個叫做媽媽手 為什麼叫媽媽手 就是因為在家裡乳部很常出現的 這個指能是什麼 這個指能是什麼 外長母長肌 跟什麼 生母短肌 這兩個肌肉 這兩個肌肉呢 經常什麼 常常要 這個常常是大量在做家事的時候 為什麼呢 我們的大拇指 有人說人類的進化 就是靈長肌或人類的進化是什麼 是因為有大拇指 大拇指你才能握東西 你才能操作工具 如果你的手掌跟腳掌不太可能這樣握 那 不過當然了 有一些人呢 像有一些人是用腳還可以拿畫筆畫圖的 這個通過鍛念是可以 不過我們的大拇指實際上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大拇指的什麼 你的關節的活動的角度呢 也明顯大很多 所以大拇指的這個活動呢 常常就會怎麼樣 常常就會過度使用 過度使用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一個肩翹眼 那這樣的一個肩翹的發炎的時候呢 我們就 這是一個示範的Pickelstein test 這個男士其實有了這個肌肉 的肌肉 直到這裡 好 我們現在現在走過我們目擊就是要讓這個潰瓶 做一些步驟的 因為好 現在裡有足够的肩膀 如果你可以展開 你們全都可以做看看 要提高你 打開 但是 你會不太深刻的肩膀 他們會把手指握進去 你自己的肩膀 這時候 你高拇指的肩膀 就會就會跟整個腮眼翔 會非常緊 然後這個時候 再往下彎 然後往下彎如果會痛的話呢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它就變成是一個 它本身就是一個Tenol-Synovitis 劍鞘跟這個華藝腸這個的一個發言 所以我們前面講了這五個常見的東西 其實這幾個各位過年回去都可以去幫家人測看看 再來我們就講肌力的測量 肌力的測量這個肌肉的力量 這幾個大概以前比較有印象 就是說我們通常把肌力分成零分到五分 零分就是完全沒有力量 五分就是normal 那當然我們很常分的就是用三分來分 三分就是可以抵抗重力的叫做三分 那當然這裡還有很多各種的分法 當然這種肌肉的五分分法的目的是 你要依附人員之間的溝通比較好溝通 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另外一個 叫做測什麼肌肉的力量 我們要先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肌肉的收縮呢 至少是三種的類型 等常收縮 等常收縮就是肌肉的長度沒有改變 可是呢 因為你承擔的重量比較重 所以你覺得做什麼 沒有改變的你還是要用力 這個是等常收縮 那還有什麼向心收縮就是 你的肌肉的縮短就叫向心收縮 可是呢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忽略掉的叫做靈心收縮 你說肌肉在變長有沒有在用力 有啊 慢慢放下來 你拿一個很重的東西 你要慢慢放下來的時候 你肌肉是有在用力 可是它是靈心的收縮 所以呢 通常是這樣 如果要練肌肉的話 實際上這幾種都要練 而不是只有很多人都只做向心收縮而已 沒有在做靈心的收縮 那我們如果去測肌肉力量的大小 有它幾種測法 一種就是什麼 一種比較簡單的 只要在我們在胸腔科 也會幫病人去測他的大腿肌肉的力量 因為大腿肌肉的力量的大小 跟他病人的outcome 是有很大的相關的 因為它是代表整體的一個功能 那一種簡單的就是像左邊的 這是怎麼測 這個就是呢 就是說 病人跟我們要測試的人的技術員 我就拿一個東西去做什麼 去抵抗病人的力量 這個呢 這個好處是因為方便 病人在床上 或者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測 因為你只要測單一肌肉 可是呢 你們覺得它的缺點是什麼 這種測法 不太測還好 測的也這樣 有種狀況會不準 什麼情況下就會不好測或不準 你要看 萬一這個肌肉 病人的肌肉力量比你大的時候 你就測不準了 他怎麼測 他是去抵抗病人的力量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比如說 你測的 假設當然病人可能都比較虛弱 你這樣測你都還 你都超過 萬一他的力量比你大 你實際上是抵抗他的力量 造成一個什麼 造成在空間上面無法位移 然後他進他的力量去測 然後這個中間被擠壓的這個 我們就是測這個被擠壓所受到的力量 顯示出來的就是這裡 那這個呢 就測這個力量正不正確 這個算正確可以 這個 在臨床上面 我們在胸腔科都常常都這樣測 那你如果常常這樣測 你就會發現測的那個後 測到後來都腰痠背痛 因為他要要花很多次 比如說要測大腿肌肉的力量 我們測什麼 我們就把他頂在小腿的地方 然後叫病人用力伸腿 他就要用力測 有時候常常用全身的力量去頂住這樣子 然後你測出來 假設他的確用了很大的力氣 然後這個腳也沒有沒有在晃動 那你測出來實際上就是他的力氣是沒有錯 的確是你就可以測出來的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就有很多其他的測法 就是用其他的工具來測 那還有一種 我們剛剛測的那種方式 你剛剛那個方式測的實際上是什麼 就是等長收縮而已 因為你並沒有在晃動 沒有在動 沒有在移動 不過在比較專業的測量 就有很多種 他就可以測什麼 因為這樣的一個測環 就可以測到底是離心或者是向心 或者是等長 或者這樣的收縮 而且這個可以測各種不同的角度 而且可以什麼 可以看到不同角度之間的收縮的力量 其實在這裡要讓大家一個觀念 肌肉在不同的長度的時候 他能夠發出的力量其實是不同的 他這個是用比如說 就是不同的角度也是 關節的角度 比如說這個膩的angle 角度越來越大的時候 可是在更大的時候 這個力量又不夠了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差距 這個只讓大家有這樣的觀念 那我們再來 那我們常常要測一個人的最大肌力 最大肌力的觀念值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什麼 one的repetition maxima 我們叫做簡稱 就是說one rm 一個rm 那你說一個的話還有repetition 沒有啦 這個一個當然沒有再重複了 一次就一次了 那這個會這樣寫的目的只是 只是一種 這個是為了標示什麼 標示我們後面就會提到的 就5rm 10rm 那這觀念值的是什麼 我們先講什麼叫做one rm 就是呢 你盡你所有的力量一次就好 我們就說你只要收縮一次 我要測出你一次收縮最大的力量 好那你說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就盡量測在不行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力量 可是呢 臨床上面常常沒辦法這樣測 因為呢 有時候年紀比較大 或者小朋友比較小的 或者力量 而且呢 這個時候這樣測的話呢 常常你沒辦法測出那真正的one rm 常常都會什麼 常常都會 都會什麼 常常都會低估他的one rm 那實際上就可以發出更大的力量 可是因為各種原因 我們都知道 假設你先去暖身去熱身伸展過之後 那測的力量就會比較大 所以很多病人呢 實際上你沒辦法這樣測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測 我們就會提出一個叫做 5rm或10rm的一個觀念 我們先這樣講 我們先看實際上是怎麼測one rm的 當然這個大部分都是針對運動員 好運動員基本上他們的 因為他們 他們要測one rm的目的常常是要看說 他的訓練 運動的訓練呢 有沒有進步了 有沒有什麼 或者受傷的話 有沒有影響到他的one rm 所以運動員就會可以這樣 他們常常去測就是 他會大腦會先讓他熱身 就是做幾次的一個 做幾次的這個 五到十次的運動 休息個一分鐘 之後呢 他就怎麼 開始要增加他的重量 他這預估大概可以 他會先做一個觀察 大概是多少 或者根據之前的進入 然後呢 他就去測 然後測出來之後呢 慢慢增加 每次測完之後就要休息 然後再增加 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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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去測 那你說喔 運動員還可以這樣測 我們一般人測到後來就沒力了 所以呢 常常 或者在病人的話 更不可能真的這樣測 所以我們會怎麼測 我們就要提出一個觀念 左上角這什麼意思 這有123 左上角這個表格 1234567894 這什麼 指的就是說呢 我既然測一次常常會 沒辦法很精確的去測 而且他常常發出最大的力量 又不是很準 那我怎麼辦 我們就取而代的用別的方式 我們用什麼 我就測一個 比如說這個 假設5RN 左上角這個5 然後後面有一個解決1.16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呢 我給你一個重量 一個你覺得大概 至少還抬得起來 比如說雅鈴 我要測biceps 這個二頭肌 我要測的話呢 我就拿起來 雅鈴開始動作 做一下 兩下 反覆做 做到五下的時候呢 做第六下做不起來了 好 做第六下做不起來 那就表示說 這一個重量呢 你可以做五次 那做五次的話 相當於 我就把它乘以1.16 那就表示你的1RN 就是這一個重量的1.16倍 這個是可以換算的 那你說為什麼這個這樣 這個是人家什麼 大量的研究 做出來的數據 所以呢 一個人你如果要測 因為這樣你可能會比較準一點 因為我拿一個 假設這個肌肉一樣 我拿這個是 40公斤好了 我做 我可以做八下 那我就要把10 乘以1.27 所以這12.7 實際上 這是我的1RN 我的8RN 是10 那我的1RN 就是12.7 它就是有一個倍數的差距 那右下角呢 是同樣的觀念 同樣的觀念就是說 你最大可以做一次的話呢 兩 同樣的 假設你的肌肉力量是不變的 你可以做一次做兩次三次四次呢 你的能夠 能夠負荷的重量 只要就會開始打折了 這是用另外一個角度 不過臨床上其實左上角的那個是很好用的一個方法 簡單當然就是說 反正 我也不知道你是多少 我覺得你大概可以拿多少 我就拿一個大概的重量讓你去測 那你說 我要丟 那個表只有到10次而已 結果我已經丟超過10下了 還可以11 12那怎麼辦 那就真的讓病人休息久一點了 休息久一點之後 我就拿比這個再重一點了 你至少可以抬得起 一下兩下幾下 可是呢 我相信你大概抬不到10下 那我們就再測看看 那這樣你就可以真的抓到找到他的1RN 好 那我們進入這個最後的這個主題 就是異常的步態 因為我們搞不好可以提早下課 好 那就 沒有沒有 我們中間有講說我們 已經下課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個我這個時鐘有問題 okok 我真的以為還有還有15分鐘 我真的弄錯了 好 那我們這裡就快速的講 ok 還好只有四個gate 我真的弄錯時間了 我看錯我的電腦上面的時鐘 我們要講這個gate 第一個叫做entagic gate 一個entagic gate就是什麼 agic就是tone的意思 ant就是對抗它的意思 所以entagic gate指的就是呢 我們在活動的時候 因為痛了 你就會改變你的走法 各位可以看嗎 他哪一隻腳是有問題的 這個動畫做得不好 有問題的就是什麼 你停在地上的那個時間呢 不敢那麼長 因為會痛 所以你就會縮短 會縮短什麼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stance face stance face就是踩在地上的 stance face就是在晃動的 所以呢 有問題的那邊的這個stance face 你就會縮短 那縮短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來考慮一件事情 我們會使用拐杖 我們會怎麼使用拐杖 各位覺得呢 腳一邊會痛踩下去 沒有小腿受傷踩下去會痛 拐杖要用在哪一邊 剛剛已經看到答案了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 你說 其實你拿到痛的那邊 可不可以也是可以走 其實你會觀察到 大部分人都是痛哪一邊 就是用哪一邊再走 可是真正比較正確的是要 比如說我是右腳受傷 我應該用左腳這樣撐著走 為什麼 因為這邊的stance face是比較短的 這邊是比較短的 這邊stance face比較長的 那假設我拐杖是拿在好的這邊 因為拐杖就是取代這次 當我用拐杖的時候 我這邊就不用動 所以當我是兩個點 是拐杖跟腳的點的時候 我的重心會在拐杖跟好的這隻腳的之間 那我這個時候呢 那我還是要用這隻走的時候 我這個時候 我這隻腳離開的時候 我的重心就會以拐杖跟有問題的這邊 所以重心就會往中間偏移 可是因為這樣 可是我這隻腳有問題 所以我stance face不會太久 所以我偏移的時間是比較短的 之後呢 我大部分都是用好的這隻在走的 所以我的重心的偏移不會偏那麼多 因為它需要 它總是在大部分的重心會在好的這隻腳跟拐杖之間圍住 然後呢 比較少的時間偏到中間 那如果反過來 我現在是有問題的 我小拐杖在這邊 我這裡的時間比較短 我大部分的時間會以拐杖跟好的這隻的重心為主 所以這樣重心偏移的時間比較多的 重心越偏來偏去 走起來就不舒服了 只是這樣子 並不是說用另外一隻腳就不行 其實是可以的 好 然後在這個slap gate呢 slap就是好像拖鞋那個 拍的意思 這指能是什麼 我們直接來看 它這個腳呢 有問題的 叫做drop foot 抬不起來 那抬不起來的時候呢 這是什麼 這可能是中風的 或者神經受到壓迫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影片 各位看一下它是哪一隻腳 它在走路的時候 它哪一邊有問題 右邊 它的右邊 因為它腳抬不起來 它腳大腿抬起來 腳腿抬不起來 那個腳掌抬不起來 所以它只好把大腿抬起來 不然它腳掌會拖地 會碰到地上會不舒服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slap gate 再來叫做什麼 circonduction gate 這個指的也是中風的病人 中風之後 它一隻腳呢 抬不起來 可是它還是要走路 那它怎麼走 它就用甩的 用甩的 這有時候各位有時候也會注意到 有些人這樣 它就甩來甩去這樣 它用甩的 所以它就好像在繞半圓 在繞圈圈 所以它這樣在走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 它的這個 它的左腳有問題 左腳所以它就用甩的 用甩的這樣 其實你會發現它這個 左腳肌肉也比較瘦一點 好 那最後就是什麼 叫做parkson's 這個 gate 這個 gate 這個 gate 是hypokinetic gate 這個當然不是 Prototype 是Parkinsons 呢 它就會去parkson's Parkinsons的走法 它有兩種走法 一個叫做什麼 parkson's gate 就是電動 就是電動 我們都知道放著它 它就會被神經過 We have difficulty as far as initiating gait when the gait is initiated, there are small steps. oftentimes there's a tremor associated with this and as the gate progresses there may be a picking up of speed or what's called a fenestrative gate and then in turning instead of having the normal turning the patient will turn on block which means they'll turn almost as a statue moving around and then again having difficulty starting in the marsh pedipop it will now present what a parkinsonian gate looks like notice how the patient takes small irregular steps they're going to present with hypokinesia which is just going to be a slowness of movement and they'll also present with small shuffling steps in which their stride length is going to be reduced 地板有金属 然后你穿那个磁铁的鞋 就好像黏住一样 然后好像要刻意地拉起来 才走得动 这个叫做每个内厅 gate 这两种都是Parkinson的一个问组 好 所以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跟各位讲这些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 我们之后 会把这个影片 我会放在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再回去看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